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 存储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公司 三星电子和海力士半导体 这三家公司均表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员 近期走访了其中国办公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未立即回应制品请求 上述三家公司是DRAM芯片的主要供应商 三家公司表示 正在配合调查 单位透露调查内容 Burston分析人士Mark Newman表示 调查可能涉及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 正面临DRAM芯片价格上升因素 因为需求持续超过供应 他说 中国或许也在试图从当前的DRAM定价环境 来获得谈判筹码 他表示 如果中国试图磋商一些技术转让合同 并力图施压现有内存生产商 与中国存储芯片企业分享部分技术 他不会感到惊讶 中国已经在努力降低 对外国芯片的依赖程度 据研究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中国使用的价值1900亿美元芯片中近90%为进口 或由外资公司在华生产 Burston一份分析报告显示 过去两年DRAM价格普涨 而NAND闪存价格在近几个季度下跌 中国已在加紧开发和生产国产存芯片 主要项目包括合肥长新和福建进华集成电路的DRAM生产计划 以及长江存储科技在武汉的3D NAND厂 以上是蒋阳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